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当她走到旧S308县与长长高速公路交汇处的桥敦附近时 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却令她惊呆了 事发突然 钟女士本能地护住了脖子 但脖子上的金项链却被一个骑着摩托车的男子扯走了 就在她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这个骑车的男子已经扬城而去 直到骑车男子消失在视野中 钟女士依然没有反应过来 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怎么也想不到 光天化日之下 一个脸上毫无遮挡的人 会如此明目张胆地实施响截 像我这种情况也比较多 就是被抢了之后就是想 追回来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就不想报啊 后来我的那些同事就建议我 报一下好一点 在同事和朋友的劝述下 直到晚上八点 钟女士打通了110的报警电话 接到报警后 值班民警火速赶到了现场 案发地点位于益阳市区的S308省道 与长长高速公路桥交汇处 这个区域居民较少 小路较多 网东延伸只有一些工厂 和几家汽车4S店 新叫S308能关桥镇路段的 均属那个郊区一带 就是说成交结合部 案发时间段虽然是白天 但是犯罪嫌疑人选择在了 人少车少时作案 并且狡猾地选择了 旧S308路段 仅有的一段视频盲区作案后 迅速逃离现场 所以破案的难度很大 就在警方急于寻找破案线索时 易阳市赫山公安分局接警室的电话 开始不停地响起 陆续接到多名受害者报警 同样是遭到一台蓝色的 无牌蓝色摩托车 实施飞车抢夺 外人都是单身的女性 我坐在地灯车后面前面 我们是骑着那个电瓶车嘛 慢慢慢慢地骑着路旁边 突然之间后面来的人物 你们是熟人嘛 这是我幼稚别人 这边抢走的 疯狂劫匪 频频作案 降结者究竟是谁 大海捞针 法网归灰 法案棉警又如何寻找破案线索 日光下的飞车贼 平安365正在播出 24小时 13起飞车抢夺案 如此密集的作案频率 这无疑给赫山警方 带来了巨大压力 都是白天 受害人向我们报案 在我们这个石州路 还有S308 被抢着黄金项链 反应的特征呢 都是一台摩托车 一个人 受害者都是女性 要么是自己骑摩托车 骑女士电动车 要么就是搭乘摩托车 或者搭乘女士电动车 2015年1月以来 一阳市增添了很多的监控设施 赫山城区街头犯罪明显减少 然而进入4月以来 飞车抢夺案件 在短短两天之内连续发生了14起 一时间街头巷尾一轮纷纷 人心惶惶 她是不停的在搞 每天有时候不止一两起 两三起 抢完这里抢那里 跑到这里 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群众的心理压力 现在有很多单身女性 她白天 她都不敢带着我们金项链 或带着我们什么提包 她都不敢在外面走 就是我们就感觉到我们的压力 经过案情分析 警方初步判断 近期发生的飞车抢夺案件 军夕一名男子 其一辆五排蓝色 男士两轮摩托车作案 现在一节有一段是盲区 只有那个社会视频 就是说那些4S店的视频 这十来千案子的视频 收集到段的话 至少有上百段 如何从这一百多段监控视频 以及庞杂的社会车辆当中 辨别出嫌疑车辆呢 她那个嫌疑车辆逃跑的时候 肯定就是比一般的车速快 然后她那个车辆特征 另一种蓝色的摩托车 就是说虽然说就是路上也有 但是并不多 以红色的为主 所以说我们盯蓝色的看 发现了有一台这样的五排的 但是看不太清楚的 一个蓝色摩托车 也是做白色上衣 从山桥过来了 只见画面中出现了一名 急着蓝色蓝色两轮摩托车的男子踪影 随后多个监控画面拍摄到了 嫌疑人尾随跟踪受害人的画面 驾车人很有可能就是 强劫中女士和其他受害者的嫌疑人 那么如何找到驾车人呢 最终民警通过城市视频夹合的抓拍系统 决定犯罪行人藏匿在滋阳区长春镇一带 为了尽快找到更多线索 专案组民警兵分三路 调查走坊组针对滋阳区马良一带 开展阵地控制调查走坊 巡逻蹲守组负责在棋牌娱乐室 娱乐休闲场所等地点蹲守等候 视频真控组紧盯所有城市视频卡口监控 终于在5月11日 一名叫邓平飞的男子 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 考虑到犯罪嫌疑人 所及的摩托车机动性比较大 便于逃跑 一旦失守 很难抓不到案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民警只能与他保持一定距离 暗中跟踪观察 从石浙路沿线 跟到了他那个新界S308 到了S308以后 因为分叉路比较多 然后我们驾驶的机动车 比较明显 怕他发现以后 就及时做出来调整 然后又守到了南七路口这边 最后就跟到桥北那边 就在办案民警紧跟起后 来到位于一阳市老城区的桥北市 嫌疑人和他的蓝色摩托车 却突然消失在了人群中 与此同时 另外一组负责视频监控的民警 有了新的发现 我们从那个视频里面 发现他最后视频的最后出现的地点 就在那一块 然后下一个路口就找不到他了 我们估计就在那一块 就在那两个点之间 一阳市的桥北居民较多 人流量大 插路口也相对较多 嫌疑人是否就居住在这个区域呢 把案民警立即对这个区域进行摸牌 由于犯罪嫌疑人 作案比较频繁 详细的数额较大 如果说变卖成现金的话 普通人在短时间内的正常花销 根本不需要用到如此多的现金 因此警方大胆地推测 犯罪嫌疑人 极有可能有赌博之类的不良嗜好 根据这个推测 我们就到桥北那一带 它消失在视频里的那一块 找那些娱乐室 那些打牌的地方都去摸牌了 办案民警重点走访了娱乐室 棋牌室 并通过县人寄进摸牌 很快在一家棋牌室附近 犯罪嫌疑人出现在了 敦守民警的事件中 当时大家都比较兴奋 那个心脏就突然一崩了 终于要收完了 我们要分成两组 就是每三个人一组 因为这个协议人 他这个身体比较强壮 他很有可能死掉这个凶器 五月十二日十一持续 经过二十四小时连续蹲守 民警将其成功抓获 被想象链是否能够追回 一家之主 缘和沉迷赌博 一世邪念 灰恨终生 日光下的飞车贼 平安365正在播出 邓平非在被抓现场 很痛快地交代了多次抢劫的犯罪事实 然而回到公安局后的身讯工作 却并不顺利 面对民警的讯本 邓平非开始矢口否认 在证据面前 邓平非的尸口否认 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这类强奸案件 最重要的是把脏物追回来 减少受害者的损失 邓平非不交代项链的去向 民警又该如何寻找嚣张渠道呢 有时候是一条金项链 有时候是半条金项链 像邓平非 他的特点 就是一抢金项链为主要目标 为了尽快追回群众损失 民警连夜开展追赃工作 在犯罪嫌人邓平非的住处 发现赃款两万余元 在证据面前 犯罪嫌疑人邓平非 对多起飞车抢劫案件 犯罪事实供人不讳 邓平非一家居住在桥北 两个女儿还都在读书 但她和妻子却都没有固定工作 这样的家庭条件 作为父亲 原本应该更加努力挣钱 供孩子读书 但邓平非却因为沉迷赌博 债务缠身 让原本就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 为了迅速获得钱财 邓平非不惜铤而走险 疯狂作案 2015年4月中旬至5月上旬期间 邓平非利用一台 五排蓝色本田摩托车 在赫山区石州路沿线 及新旧S308公路 龙光乔镇路段 实施抢夺他人黄金项链案件 17起 得手后 邓平非将抢来的脏物 悉数变卖 用于归还债务和继续赌博 说到他还在上学的孩子 邓平非显得焦虑不安起来 他害怕孩子接受不了 有一个犯了罪的福气 更害怕他的孩子会被别人瞧不起 目前犯罪嫌人邓平非 被移交至当地检察机关 等待审判 那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邓平非抢劫17起 他频繁得手的原因是什么呢 什么样的人会成为犯罪目标呢 就是没有人的 没有事件的 然后频繁得手就消失 你抢难的吗 没有 为什么不抢难的 我怕 我以前没搞过这种东西 你怕什么呢 难得打不过吗 你怕跑一遍吗 犯罪嫌人邓平非 实施抢劫的路段 一般都比较偏僻 并且专挑女性下手 由于邓平非选择在白天作案 行人一般都比较放松警惕 因此容易得手 晚上不看你 不停 有机会就搞一个行李 对吗 所以自己一不时候开车 而类似的飞车抢夺案 在其他地方也多有发生 2015年1月 云南省庆明市寒荣公安分局频频接到有人被抢劫的报警 抢劫的地点都在寒荣川金路和博金大道的银行网点附近 根据这一情况 盘龙区公安局的民警 马上对该地区进行了布控 就在这两名男子再次出现在作案银行网点附近的时候 警方立即展开了抓捕 据警方介绍 他们通过飞车抢劫的方式 共作案八级 涉案金额高达20个万人 2015年3月22日晚 福建省张州闹市区一名女士遭遇飞车抢夺 导致浑身多处擦伤 2015年3月24日 晚上9点30分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 游城六路二巷 一名男子被两名驾驶摩托车的男子 抢到屏股牌手机一步 夏季即春末秋初 人们着装比较单薄 清凉的着装也让身上的手势一目了然 这就给了不法分子一可乘之机 那么针对此类飞车抢夺案件 人们又该如何防范呢 像抢夺这一块 都是趁人不备 然后用很快的速度实施了作案 但这一块主要是针对在路上行走的这些行人 或者说其比较速度比较慢的交通工具的这些人 是受害者的群体的主要代表 然后像我们这些群众走路的时候 第一个背包一定要斜跨 或者说是走在路的靠边的位置 这样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的时候 他不容易选择这样的目标 因为难度大一些 第二个夏天的晚上走路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必要的警惕性 有些群众一边走路或者一边等公交车 还在一边玩手机 对旁边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感觉 那就很容易被侵害 2015年8月18日下午5点 吉林省长春市一座写字楼八楼的外墙上 有三名保洁人员在进行强体清洁过程中 突遇暴雨 被困空中的铁斗中摇摇欲坠 长中三人的铁斗绳索一旦断裂 后果不堪设想 长春市公安消防支队的救援人员 首先将晃动的铁斗固定好 由一名消防队员下到铁斗中 将绑有安全绳的腰带系在被困人员腰间 随后八楼窗内的救援人员拉绳 将被困人员一个一个的就到楼内 在此平安365提醒各位工友 在高空作业时要注意天气的变化 系好安全带 工作前必须仔细检查安全带和绳索滑轮 有无损坏 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感谢观看 共用